我是Scan,我是來繼續電腦體團Burko 好,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我想花二分鐘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怎麼用的題目社會在所謂的數據負能 那剛剛前面談到很多,不管是從品牌的角度 像我們從品牌所動的部分的小夥伴 是從在所謂的一個數據負能系,大家就一段談這些事情 那先好我用一點時間來跟大家交流一下 那到底電腦體團Burko這邊,我們到底怎麼能看待自己的事情 好,這是我自己的背景,那大家先看看就好了 待會再過了中路一區一見 那在過去來講的話,即使從數位行銷,一直到整個電商等等之類的 包含到現在數據,其實你會發現現在大家遇到的問題 已經不是單一個暫停的問題 你們遇到的問題,遇到的工具,遇到的挑戰 其實它是混合在一起的 所以呢,這是我一個背景,快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電腦體團,我們現在說過可以在微風台線那一棟 那我們現在總共在這邊,總共有七個entity 就是在中間這一塊的部分 中間這個,中間這一塊,七個entity的設定 那也要包含了我們的國劃公司 那Burko在這邊我們主要負責的就是在這個數據 然後還有在會員,在CRM這一塊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談到我們正在所謂在談品牌 不管是從品牌,在營運、經營、在各方面 事實上剛剛大家提到非常非常多 在品牌經營、品牌的這整個策略上面 事實上最終你面對到市場面的時候 我們大家其實在各園,在營運上去最快速還是 營收 是營收是誰給的? 其實還是每個消費者去貢獻給品牌的 事實上每個品牌,我們在消費者的時候 其實在郭球環境,所有的流浪公立時代的時候 大家覺得它就是一個traffic 它就是一個流量 可是慢慢的,在疫情之後 其實越來越多人去體驗到 其實會員它是一個資產 事實上其實我們在台所的會員資產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大家在管理公司的時候 常常一個階盤,一個設備回去 哪一個電腦,哪一個桌子,哪一個椅子回去 我們家的那個總部啊 就會迫不期待去貼貼紙,對不對 貼貼紙,貼什麼貼紙? 資產標籤,對不對 所以你的椅子,你的電腦三年舍舊五年舍舊 但是會員呢? 會員是不是資產? 是 這個資產會不會舍舊 事實上如果你的會員好好經營 會員的資產它是會增值的 我們都知道幫椅子,幫桌子,幫電腦去貼貼紙 那你的會員,你做什麼管理? 你怎麼去經營你的會員資產這些事情 所以公司我們在看什麼的會員經營 還有在看整個呢,這個Customer經營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我們這邊有個字啊 叫做後攝會員啊,叫MetaCustomer 後攝消費者 事實上後攝呢,因為我自己寫的時間寫意寫的 其實後攝呢,是不是我念書所買的一個字啊 它寫的詞叫做Meta MetaCustomer MetaCustomer 所以你看Meta這件事情 是你不斷地去後攝對於你消費者的期望值這件事情 什麼叫做後攝成為什麼的期望值 其實跟各位你們他們做生意 剛剛前面也提到的 可不可要上門,怎麼去轉換他 怎麼讓他在複購,怎麼樣去做推薦等之類的 這個有時候我們在後面會有一個類似的架構去提到這些事情 所以所有的會員進來之後 大家去想的是什麼 沒關係,來了就好 下次怎麼做再來 沒關係,隨便 你們會這樣做生意嗎? 不會嗎? 你們做生意就希望說他先試用 試用之後買,買了之後再來 再買之後從買單一瓶箱變成了跨瓶箱 從跨瓶箱之後送買便宜到買貴的 從買貴的再推薦給朋友 你們不斷地在對每一個客戶跟每一個消費者 再去做出一個怎麼樣 價值更高的預期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你們我們在每一天看的管理 再看這些報表的時候 你除了他會員數字,看他的營收貢獻之外 你對每一個single customer 你對於他的理想價值跟理想目標的意思是什麼 買更多 更多是多少 買更貴 更貴是多少 我們怎麼去量化管理這些事情 所以在我們整個的設計上面的時候 在我們部分發展上面的話 在我們框架上呢 事實上在Ruco這邊呢 沒有五個的一個框架方法 會引導我們的領埃客戶 去做這些的一些盤點 包含我們商業的策略管理 顧客價值固形設計 然後互動界面的這個行銷跟管理 還有系統跟數據 因為當我們跟顧客有接觸的過程中 我們從手上講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在現在這個世代 凡接觸一定會留下數據 包含你們今天是拿這個活動 有沒有報名 報名有沒有數據 有沒有簽到 有沒有數據 有 所以應該有接觸它就會有數據 有數據就需要被管理 管理之後就會有報表 就會有自動化 什麼叫做少業目標 那個時候的疫情 這個從那個疫情之後 我們都沒有解放 到現在大家都說過完了 來 我來問一下大家 每次有吃肉 還會被騙 謝謝大家要出去玩的時候 要買票 我們買機票 船票 高鐵票 你們要買什麼票 買機票的舉手 都不是我了 都是回來的 買船票的舉手 買高鐵票的舉手 然後看看你們拿了什麼票 你們覺得這裡面手有什麼問題 要去哪裡啊 大家都沒有玩要去哪裡 都一直在拿玩具 大家想像一下 今天我們參與很多一些 一些brand的一些concept 跟這些管理的時候 其實遇到最大的挑戰 我跟你講在這個時代 不缺新的母子 不缺新的玩具 不缺新的工具 你們還買過CDP啊 在更早的時候 有人推薦過DNP啊 有人叫你買CRM系統啊 有人叫你買點數系統啊 有人要做LINE 有人要做APP啊 有沒有丟很多早上brief 有沒有丟很多上去提案 選哪一個好 因為我們參與很多集團的 服務的品牌的一些顧問諮詢 有時候進去的時候 發現一個品牌裡面 有三個單位都在做同一個LINE 都做了官方的LINE 然後相見都很晚 啊你也做了啊 媽呀 三個部門花三個一樣的錢 為什麼 塞了 因為組織之間也不夠偷 但是在彼此消耗資訊 這個都是一種好事 所以呢 在對VIRPOR來講的話呢 這個我們在這個 目前的部門上面的話呢 我們在台灣 其實我們就是在 關注在所的Regal Science 我們在想怎麼樣 讓消費者去創造品牌的獲利這件事情 那我們已經累積了 3500萬的會員數 累積到 在不同品牌的一個 會員數的一個顧問景點了 那我想接下來讓大家知道說 那我們怎麼在看這個 後設消費者 他的管理上面的時候 事實上 他整體來講是一個循環 剛剛我問大家講 你們要買機票 傳票還是高鐵票 這是一個商業命題 事實上當我們現在做 所有的決策 跟所有的管理 都會員資產經驗的時候 大家要先問的是最上面的 所謂的Business的問題 因為有目標就會去追績效 你的EA績效是誰給的 不是主管給你的績效跟考試 是消費者要給你錢 你才有報表可以做 所以消費者 他會有Customer 會有Member的Contribution 那Customer會有Contribution 就代表消費者的價值會移動 消費者會移動的話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Signal給你 你會對他做一個Response 他就會去做一個移動 對不對 什麼叫Signal to Response 在做有電商記憶的 你們最清楚 為什麼要做Invest 給他再提醒 一個人把東西放進購物車 沒有錢上去提醒他 放進去就是Signal 你的Response是什麼 去踢他一腳 看他這一段會不會 把它變形變回來 就是Signal to Response 可是這是因為大家都知道的案例 但你呢還能想出多少的Signal 因為當你要想Signal的時候 是要想一個有Value的Response 任何的Response都會產生數據 數據的In就會有 DataIn就會有DataOut 就是Information Get Decision 然後呢這些的決策 又會再去影響你 到底你聽過年度PPI 到底有沒有達成 如果沒有達成落後 是誰造成落後 是哪一群的客群造成落後 所以剛剛前面 剛剛各位所分享的是一些類似的概念 這個在我們的部門訪行業 我們叫做霍水照片的Signal 我們這個叫Signal入境 叫做Consumable Turbo 那個顧客上去入境 所以當我們在管理的過程中 在我們在企業內去輔導 大家在做這樣的管理 其實我們是有最大的不同部門開會 因為每個部門講的專業名詞都不一樣 在跟他開會的時候叫停滯會員 跟他講的時候叫這個不活躍會員 然後呢跟他講的時候叫做沈睡會員 有人三個月叫沈睡 有人五個月叫不活躍 然後半年沒有回來叫什麼什麼的 所以每個報告數字都不一樣 可是每個報告數字看起來 都是積極樂觀漂亮 只有老闆那一塊不漂亮 因為會覺得很奇怪 先邊看三賞會 每個部門都跟他講前途一片大報 可能三個部門都結合下來的時候 就覺得前途按在無謀 可是數字呢 它只有一套 可是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大家沒有一個統一的基準 去跟他說的事情 所以任何的會員進來的時候 從他的簡單會員經營 也會希望他有首購 首購之後呢 他會昂負的時候去再購 你的這個再購 後終身推薦 他其實在這整個流程上面 其實他是可以移到百分 爆料是去管理的 假設你現在有一百萬會員 五十萬會員 一百萬會員 五百萬會員 事實上在上面的每一個地方 都有一個會員書 這條會員書 如果他在今年度有消費的話 他就會形成所有的價值獲信 因為很快就會知道 你的消費者的獲信到底怎麼樣 所以我們在所有的移動過程的東西 消費者招募進來的資產管理 不是把各位招募進來 就跟人來就好 所有的資產招募進來的流程之後 為了是要去移動他的價值 從你的過客變成你的顧客 從消費變成會員 從入門消費變成近期消費 然後從一次性的常識性消費 變成長期忠誠的消費 這實在是我們品牌要去做的事情 這個框架 主要在文章這個字台小叫做 因為這不用給大家看見別的字 只能跟大家講說 那個TOPO 就是我們的路徑展開的完整的示意圖 在最上面那層就看到是TOPO 就是他留下的資料 所以你會看到在下面的這個部分 對方上面有光明的 在最上面的部分 大家可以在02 接點標籤定義的部分 你會看到 上列每一層的定義 都定義的很清楚 所以如果我說這個人進來 一定要有手機 才能叫做D1會員 所以就不要再問我說 如果他只有式化 可不可以叫做D2 D1的會員 可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 可是不可以的目標 不是要去為難大家 而是要去共同去解決 為什麼所有通路進來的都可以有手機 只有你 則通路進來沒有手機 我們怎麼樣一起去改善這個問題 這樣子大家收的資料的標準 一致性才會提高 這樣子管理才能做得起來 所以所有的數據管理 是為了解決問題 不是去為難大家 所以把這個數字出來的時候 在第二層 我們就會有自動化共同線的 這個在第二層 你可以看到在03 共同條件三數層 其實大家看到多密碼啊 事實上就是跟大家想說出 Signal to Response 它符合什麼樣的條件 一旦他完成了D1 我就推E2 一旦他完成了First Buy 我就要去幫他 把其他的資料都留下來 所以在第三個部分的話 大家有時候看到上面 有看到一個生日 因為也包含了五分鐘數據 才跟很多客戶 在做這樣子的一個分析 跟太開心的機會的時候 各位如果你們有在經營自己的 品牌跟會員 我們在很多領售品牌 在很多領售中發現生日參數最非常好用的參數 因為在生日當月 寫東西高的會員 他的回應 他的回購率的機率相當的高 當然要看不同的品項 像我們之前有扛少一個咖啡品牌 我們簡定外就不寫出 因為沒有人在生日那一天會寫的話 他幾乎多神人間多個三倍大倍 所以他不是每個都寫出的 然後在最下面的話就是報標層 所以你會看到在任何管理上 就會有定義層 溝通層 報標層 這是我們在交付給客戶的一個 這個吉安林示意 然後呢這個再把它展開來的話 就是他在什麼樣的條件 什麼樣的會員 在什麼時間 要提供他什麼樣的一個content 這個就是你們大家想想的marking automation 行銷自動化 他形成的就是對誰 在什麼時間 基於什麼條件 給什麼content 他就形成一個automation journey 這是機器跟人的分工 然後再接下來 當你的會員能夠進來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想一想 上面的數字都會不會回答得出來 今天你可以告訴我說 你們現在有多少會員嗎 你們現在有單位進行銷 你們有馬騎在市場 接下來這些會員裡面有多少 他還是活躍的 如果他是活躍的會員 在經過幾天之後 他的火性會降低 以及又有現在多少的會員 他現在完全是在後面紅色的部分 是停止的 我們曾經有個個部 他大概有超過500萬的會員 那他們的那個總裁 那常常就會去覺得說 哎呀你們這個活動都沒有做好 抓活率怎麼低 但事實上你要知道 後來我去幫他做成功的時候 他的這個成稅會員 有將近80% 所以裡面將近只有100萬的會員 是活著的 所以在做所有的管理跟分析的時候 我給大家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 邏輯和概念 大家一定要先履行分母跟分子的關係 你的分母用錯了 你做什麼都不會有效 因為你的分母是無效的 因為那些公共都是停止會員 他就不會做反應 你什麼都拿500萬到分母 你做對了也看不見 可是我們必須要一套方法 能夠把這個東西算出來 然後你就會知道 一般的會員在103天的時候 他就會產生回購 他超過200天沒有回來 就已經有點停止 超過300天沒有回來 在我們的模型上面 大概有將近10% 只有10%的存活率 90%不會回來 哇好sad怎麼辦 我沒有叫你等到他300天啊 意思是說他在100多天 200天沒有回來的時候 你可以去咬一咬他 OK嗎 可是終於是你要知道那個的時間點 而且這個不是平均數喔 這個在我們福德顧客跟品牌裡面 你有10萬的會員 100萬的會員 1000萬的會員 我們通通都會按照個人去算 因為你們每個人的交替Pattern都不一樣 有人買的多 比較少就回來 有人買的少 常常回來 我們是算有個別的數字 去做出Engage 好那這是我們的這個 一個品牌的案例喔 那剛剛前面講到 是會經營跟他的數據分析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參與很多品牌的一些數位轉型 那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客戶 那個BOBO 那跟他們幾個小戶 迷路吧 然後呢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從去年開始 因為我們已經付它已經快四年了 已經快四年了 然後在過程中 我們也在去年 把售減到售後 全部用LINE全部打通了 所以從售減進到展間 50件50話 業務呢 用LINE去保定消費者 被做一對一的對話 什麼時候進展間 怎麼流資 怎麼順便業務系統 從下訂交車售後 現在已經全面把數據進打通了 所以可是在過程中 他們一樣會遇到的挑戰 是因為在不同的部門還有不同的系統 有不同的工具 然後有不同的問題要解決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品牌 我們在面對會員數據 還有會員資產管理的時候 其實現在有一個非常大的痛點 是工具很多 品牌很多 做法很多 可是不知道怎麼做成何 所以常常會發現做了又拆 拆了又改 蓋了又修 其實一直有時候大家會覺得原地打轉 這個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看到很大的痛點 那Miracle我們在領培的角色是 就是要去協助客戶 梳理所有事情的次序 它的priority 要怎麼樣能夠把事情做好 所以這個的話 這個也是兩個的架構 就是我也協助品牌去做 那系統沒有跟數據盤墊 還有它的DataLake的架構部分 今天大家看到我們在以上的所有的這個Data圖 somehow都是某一個品牌 都不是理論的動作框架 都是我們真正服務某一個品牌 只是不管它都遮掉 它是for real的一個deliver 的一個做法 會引到品牌去看這些事情 那這個呢 我把這個圖放大一點點回來看 實際上大家想一想 我們曾經遇過某一個品牌 它要做DataLake的時候 它的這個Google買整套 Adobe買整套 Sailforce買整套 一家工一個系統裡面 有三個IT部門 在支援這三個東西 然後互相誰換給誰 這樣打小牌一樣 你猜我我猜贏 所以他們現在需要的是 怎麼樣能夠去看到整體的整合 所以當你現在要有一個新的工具 去作業的時候 其實包含組織內溝通 其實有時候我們從行銷端 你們常會發現一個問題 為什麼做行銷 有時候常常跟IT 你知道常處不太好 因為其他常常說 你就幫我改個欄會 這個活動 改一個欄會 要多久 要兩個禮拜 人家這個東西我改一改 我先筆畫 我明天就要兩天 最多三天 什麼叫兩個禮拜 就跟老闆倒撞 這樣講對不對 不對 因為你看到的 只是在EventSite 或LocalSite 上的一個欄會的運動 可是你知不知道 它後面牽動到是多少的資料交換 也很有可能改一個欄會 之後你把整個資料交換的容器 全部打亂掉 另外後面接電話的都是你 後面接電話的都是客服 所以在所有的管理上面的時候 其實會員資產就是在這裡面 盤跟錯節 因為這邊可能會有Customer Service 會有CS 會有客服 會有行銷 然後呢 會有你的售貨 會有你的銷售數據 會有你的行銷數據 會有你的廣告數據 它怎麼樣導入 怎麼集成 它其實會是未來管理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Miracle呢 我們在這邊要提供這個服務 就是基於 未來達到會員數據資產的管理上面 我們怎麼樣做一個整合性的 一個整體的一個顧問 的一個服務 所以我們來今天跟著時間 跟大家做個交流 我們到今天就請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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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